我们中国老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意思就是,今天的因能得到明天的果 我们今天的行为会影响到明天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 其实你明天的行为也会影响到今天你的经历 也就是说,未来的某个选择可能影响到已经发生的过去 你会怎么办?别不信啊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时间战争 大家好,我是老科 一个永远分明前后鼻音的up主 旁边是明天的小圈 大家好,我被今天的话题名字给震惊到了 在2011年的全球UFO大会的演讲里 一位叫丹布里奇的人爆料了关于美国的S4基地 大家应该很熟悉S4基地 它和51区是并列存在的两个关于研究外星人的基地 他在这个基地里面参与了一个叫做水瓶座计划的这么一个项目 丹布里奇说,他在1994年到1996年期间受雇于一个叫做MG-12的组织 获准进入了S4基地的权限 并且直接参与了秘密代号为水瓶座计划的相关工作 他在里面的工作是给一个叫做J-ROAD的重要人物 做医疗方面的支撑 说白了就是做这个J-ROAD的私人医生 丹布里奇说,他工作时主要在S4基地的4-2层 其实是第4层的第二个区域 而这一层的主要工作是一个叫做亏净计划的东西 亏净计划是整个水瓶座计划的一小部分 只是一小部分,所谓亏净计划就是利用一个叫做LOOKING GLASS的设备去窥探预测未来的某些潜在的事情的可能性 或者说这些事情造成的一些后果 而这个机器只有一些通灵者或者遥视能力的人才能使用 通灵者在链接这个LOOKING GLASS这个设备之后 就能进一步泛大他们这种遥视或者通灵的能力 能去窥探未来过去还有全球的任何一个地点 有点像当时我们讲凡迪干地下的那个窥石机的工作 但是据丹布里奇说这个LOOKING GLASS是那个窥石机的泛大版 窥石机只能窥探过去 它能看到的时间更远 而且它不仅能窥探过去,还能窥探未来 而且它还能窥探地球上 它说的是地球上,它没有试过说可以探别的地方 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现在在发生什么 未来将发生什么 这么一个机器,很牛了是吧 而带给他们这项技术的人 就是丹布里奇治疗的那个大人物 绰号JRODE的一个奇怪生物 奇怪生物 对,这个生物大约有4英尺高 差不多1.1米出头 皮肤幽黑,身材矮小,头部很大,双眼是黑色的 形象上有点像小灰人,但是还有不同 它的眼睛没有小灰人,对不对 但是这个生物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地球人 这个地球人自称来自52000年之后 而它就是地球上在未来进化出的 我们人类的一个分支 被命名为P52人类 那就是说以后我们人类可能演化出各种各样的形态 其实不是,确切的说应该是一个时间线上的人类 或者说是时间分支上的人类是长这个样子 那个世界的人类都长这个样子 都长这个样子 它来到我们这个时间线上 目的是为了阻止在2012年发生的一次巨大灾难 这一次灾难就是传说中的2012年12月21的世界末日 它是几几年进入到这个基地来着 那个外星人是60年代左右 在美国发生了一次UFO坠落 当时他们找到了四具尸体 就是唯一幸存者 所谓的UFO不一定都指外星人 我现在说的UFO是不明飞行物 对 J-Rod说虽然对于他们来说 就52000年后的人类来说 他们是可以进行时间旅行的 但是时间旅行也是非常危险的 他们为了把这四个人送来地球 花得非常大的代价 最后只有他成功过来 他的那个世界 他的那个世界没有发生这次在哪 别的平行地球可能发生了 确定发生了 他为什么要阻止 就是因为这次灾难会让人类和地球的时间线发生分叉 发生了灾难的往一边走 没有发生到往另外一个方向走 对于他们来说 如果灾难在地球发生 那么可能会带来的是 他们的世界也被毁灭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世界 就是这个J-Rod的52000年后的世界 爆发了一场非常严重的疾病 他们回到这个世界 阻止这场灾难 就是为了让这个世界 在没有灾难的情况下延续下去 好让他们在这个世界 找到治疗他们疾病的关键药物 或者是方法 J-Rod描述 他们的世界是一个和善 观明的未来 而关键是 刚才你提到那个问题 J-Rod不是唯一一个 从未来来到我们时代的未来人 丹布里奇亚 进一步揭露了另一群 从未来来到现世的未来人 P45 而这些人类来自另一条时间线 45000年后的地球 他们的世界是在 2012年地球巨大灾难发生之后诞生的 P45 希望2012年的全球灾难发生 因为正是这场灾难成就了他们的存在 在P45的这个时间线里 2012年的巨大灾难 引发了一系列的剧烈的地质变化 地球的极轴发生了近五度的偏移 导致了全球性的环境崩溃 火山爆发 极寒天气 食物链崩溃等等事情 使人类只能是移到地下生存 地表的人类完全几乎灭绝了 P45这种未来人的存在是人类进化中最黑暗的一个结局 在这种无尽的黑暗中 人类的身体和心灵都随之扭曲了 为了生存 P45的人类依赖于残酷的这种基因改造技术和一些科技手段 使他们的外貌情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们已经不再有现在我们这种人类的外貌了 视力几乎完全消失 皮肤变得惨白 最重要的是 他们通过基因改造和科技结合 掌握了一些心灵交流的能力和某些精神能力 在地下声音也变得非常不重要 也渐渐剥离了最基本的情感和人性 现在的P45人完全被冷酷的生存本能驱动 不再有所谓的善良爱友情 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这种生存机器 他们不考虑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唯一的目标就是延续他们的种族 好像那个海王里面的堕落王国 差不多就是那种意思 P45就像掠食者一样 渴望通过对幸存的人类进行基因实验 而他们现在看到的实验对象就是这条时间线的我们 他们希望2012年的灾难爆发 引入到他们的这种时间线上 把我们变成他们的实验场 那他是什么时候来的 P45没有来 他们直接就是用远程观测的方法来影响我们 这两边的未来人都使用一些 我们现在无法理解的手段 我称它为观测 对我们这个时间线进行影响 促使我们的时间线往他们希望的方向去发展 但是他们这个技术或者这种能力也是有局限性的 它只能影响到宏观层面的大事情 比如说自然灾害太阳料斑爆发了 对于我们进行这种太阳风喷射 他们能够有效的干预 但是对于比如说人类或者说我们的思想 就只能有限的干预到一些大型的群体事件 比如说战争他们就能够干预 现在的这种 就有可能是他们观测导致的 对现在打成一锅粥了 对土耳其也打起来了 对因为群体现在这种思想能量比较大 他们可能可以就能够观测去干涉一些东西 但是没有办法精准的影响到每个个人的具体命运 或者说具体决定 比如说你今天下午要吃啥 它是无法影响到 所以对于人类的个人决定或者小群体的决定 它是束手无策的 此外一旦某个历史事件被干预 量子状态就会坍缩 时间线就会固定下来 所以一旦有一件事情被干涉了 无论是P52还是P4 就都无法对这一件事情进行二次干预 这个可能是他们唯一的弱点 根据美国著名UFO学家Steven Greer 在2014年披露的一份关于MG12的绝密文件中显示 2012年P52人通过其能力扰乱了台湾磁场 避免了2012年全球的巨大危机发生 但是2011年的日本311大地震里面 是不是有很多奇怪的地方 其实都有两边干预的情况存在 比如说大地震的产生 这件事情一直有传言是人为的 其实就是因为P45这个未来人造成的 它本来可能是想造成什么呢 地震导致核射失控 然后污染海洋 但是P52人通过他们的能力观测 就扭转了一点点东西 就是辅导核电厂没有现实爆炸 如果直接爆炸那些核废料就全部进海了 对吧 那就造成一次巨大的灾难了 对吧 但是没有阻止核泄漏还是受到损失 你看现在其实影响也到现在了 对 现在依然在排核废水 核废水对不对 在整个时间线里面 P45 P52的人一直都在互相按里面叫劲 一边想拉入他们的轨道 另一边想帮我们堵入黑暗的轨道 根据2014年它披露的那个文件里面显示 这一肉的表示 这场时间战斗战到现在都没有停止过 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它也只知道一部分 在2030年将出现另一次重大的时间分裂 一条时间线是P52代表的人类觉醒 人类迎来和平和崭新的觉醒时代 而另一边则是P45代表的阴暗的未来 那个地狱般的黑暗时代 12年在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发生 可能发生的那世界又分裂出去了 对 2030年可能还要分裂一次 对 又是个时间关键点 其实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出 已经在影响可能性了 时间战争还在继续的开展 我们就是这盘赌局上的赌注 就是争取30年能够进入光明的世界 对 我觉得这个跟推背图 已经所推算出来 这个世界的发展格局和发展的趋势是一致的 其实我跟你讲 这个事情爆出来之后 包括链子实验出来结合以后 会发现很多的这种预测者 不管是推背图 烧饼鸽 还是若财达马斯 他们往往都会预测出一些 比较隐晦的事情 第一个 他们这种预测 很有可能就是在这种纠缠态里面看到的 就是可能会看到两种情况 好的和坏的都会交织在一起 也就是说 他们的预测很有可能都是对的 只是说是我们往哪个方向坍缩而已 对 同时现在加入了不稳定一些因素 就是这种未来人对我们这个时间线的干预 使得我们的未来感觉就是更加的不确定 能确定的就是 我们虽然只是这盘赌桌上的赌注 但我们并不是什么都做不了 因为他们的也有一些这种缺点问题 在这些缺点问题里面 就是我们的机会 我跟大家说不用太担心 就是这个爆料人 丹布里奇斯也不是那么可信 在丹布里奇斯爆料后 就有人开始调查丹布里奇 发现他不仅是学历造假 军衔造假 个人资产也造假 还有人查了丹布里奇的收入 发现他收入一直都很微薄 基本属于贫困限收入 远远不像他描述的 他曾经在一个秘密的高级地盘工作的样子 而且他说他是医生 在国外医生收入都不会提的 不仅如此 在2010年丹布里奇斯就已经到了破产边缘 全部资产只有300美金和一辆10年的破车 他急需要钱 所以这个爆料的可信度值得置于 你肯定有过这种经历 明明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东西 或者看到过的场景 但有一天自己见到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好熟悉 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在哪见到过 所谓的记事感 那有没有可能你曾经真的经历过 只是因为未来的观测改变了你的历史呢 再说一件事情 曼德拉效应会不会是因为未来观测我们导致的 由于未来的观测导致了原本你经历过的事情改变了 在我们这个世界 这种力量会把关于历史里面的很多内容同时进行修改 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曼德拉效应 56个民族还是56先祖 你这么想我也这么想 我非常明确的记得 在我上学的时候 课间早操跳操之前 犯的都是56个民族 但是现在 无论是看原来的视频 看之前的歌词 甚至是去听当年的词带 都是56个星座 包括问那个作词者 他说他写的都是56个星座 但是我们明明记得那是56个民族 对啊 56个星座没有意义啊 所以就有很多人认为 其实我们已经被卷入了一场时间战争 而堵住是我们的未来 最后我要说一点 就不管它这个爆料 是不是真的 我们是不是堵桌上的筹码 我觉得我们都站在了一个世界的诀查口 一边我们能看到的东西 气候变化 生态系统岌岌可危 海平面逐渐上升 最近我们的沿海地带 开始发生海水倒灌 对吧 我们的生存环境 确实是面临着巨大的威胁 对 南极洲都变绿了 都绿了 南极洲的冰川都融化了很多 那种永久性的冰川都在融化 对 而另一边战火不断 全球冲突愈演愈烈 国际形势的紧张 也已达到了一个危险的边缘 真的 我们人类已经处在了历史最为重要的一个时刻 是陷入灾难 步入阴冷无情的未来 还是通过团结与智慧 走向更高的文明层次 其实我们真的在面临这个问题 正如《立案子屋》里告诉我们的一样 未来的选择能够改变今天的现实 我们可以成为历史的缔造者 改变命运的走向 也可以选择沉默 任由时间的洪流 将我们卷入无尽的黑暗里面 这个分岔口 不仅仅是决定我们现在自身的未来 还将影响到我们的后代 甚至影响着未来数千年 数万年后 人类和地球的命运 现在我们每一个决定 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虽然说我们自己国家有这么多的问题 但是我还是非常支持我们自己的祖国 我们国家就在国际合作上一直寻求 合作共赢 不是霸权主义 它的一些核心的思想是对的 是顺应潮流的 不是说我要把全球变成一个中国 而是说要各个民族 各个国家团结起来 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人道主义危机 我们的生态危机 我们的其他各方面的一些问题 共同面临的这些问题 包括疫情期间的这样的一些全球性问题 如果能团结起来 绝对不会要三年 我是觉得 现在在我们这个地球上 每一个人 都是地球上的一个美分子 如果这个博弈真的是真的 两个未来人的博弈真的是真的 那么我们个人的力量就更加重要 就像刚才那个理念 它能影响宏观 但是决定还是由我们个人做出的 我们个人的这种决定 是能够把我们影响到 光明还是黑暗的一个关键的地方 就比如说战争 我们要去打战和不去打战这件事情 没有人能左右的了你 不同的选择 带给你的最后的结果是不同的 哪怕真的有未来人 而说是他能愿意帮助你 对于你个人来说 也是无能为力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 现在阶段 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把我们的这种爱的观念 善良的观念 友谊的观念 散播出去 对 是吧 非常正确 让更多的人感受到 爱 善良 和这种友情 把他们引入到这种正确的 思想理念里面去 让他们知道 爱 和平 善良 才是我们应该坚持的东西的时候 对 才能引领我们到一个 观明而和蔼的未来去 对 就像海尔华预言里面说的一样 解决这个宇宙上所有问题的 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爱 对 而且不管他是不是骗子 但他提出这个观点是非常具有哲学性的 是的 就算他编的 他编的也挺有水平的 是的 但是他给我们带来的思考 我觉得是应该去深入的思考 考虑的 而且他提出的理念是正确的 对 这才是人 就不要跟我讲什么 应该是弱肉强食 那是动物性的表现 就是人类 人这个生物是一个很复杂的生物 它是兼具动物性和人性的一个 就看你的选择 对 你是往动物性去发展 那你就会越来越往受性的那方面 你选择人性的方面去发展 往好的方面去做 那你就可能越来越像个人 对 有的人他虽然在像个人 但他其实是动物 我觉得他提出了这个辩证和我们 中国的一些思想 碰撞的一个点 所以我们能够更多的把这些人团结在这样的理念周围的时候 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进入冠冰的未来这个世界里面 做一个现代的年轻人应该怎么看待这个社会的发展 就不光是中国还包括这个世界的发展 如果做不到那种花很多成本和精力去做的事情 那你起码说是我们老话说的穷则独善其身 力所能及的事情 对 力所能及 然后你看现在很多人在做一些比如说促进略带动物立法的事情 很多人在做没有这个仙河 但很多人他敢于去开这个仙河 我觉得很佩服大夫 他在为这个社会往变好那个方向去努力 是的 说的我都要哭了 眼泪都湿润了 我觉得他们承受的压力是很大的 然后在坚持 可能三年四年都盼不下来 但一直都在坚持 自己的生活都一团糟 然后抑郁症很严重 但他依然在坚持 我觉得他就是为这个世界变好一点点去努力 还有很多 包括之前抗日战争的时候 为这个国家不被灭亡 献出生命的人 有一个今天我看到的烈士 追风为烈士的一个人 就是他脑子已经被中弹了 已经流了很多血了 但是两分钟以后 他抬起他的头把那个弹射出去了 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到 最后的精神力 精神超越了肉体 对 真的是精神超越肉体 你说他是不是在那个时间点 为中国 那是为国家而战嘛 为中国变好一点点 做的努力 然后还有科学家团体 这30年20年 各款各年的科学家做了很多事情 包括我们天宫一号 对 为什么现在我们能够在国际上说得上话 我们能够应对一些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 这些就是底气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做小事也是在做 做大事也在做 天宫一号的那些人也在做 嫦娥一号的人也在做 那我们这种普通人 自媒体的频道 我们也是在用我们的方式去传播一个正向的东西 去影响我们的粉丝群 和看到我们这个视频的人 我觉得每个人至少能做一点点 那你不愿意做也是一个人之常情 那你就把自己过好吗 你不要破坏 不要破坏这个情况 不要去宣扬一些什么负面的东西 比如说男女对立 对 比如宣扬一些暴力 去虐待小动物 去搞这些事情 其实我觉得到时候 如果2030年真的有分裂这个事情 那相信爱与正义的可能就是光明的世界 搞这些事情的可能就是黑暗的世界 就分裂出去了 对 但愿我们所有的人类 有勇气做出正确的选择 成为未来的开创者 而非历史的旁观者 因为未来在我们手中 把铺子向下�得更深 我们的手中 影响 剪刀 切得 我觉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